以生活做疫苗医疗 也要持久为其 让它们好习惯哦 接下来请收看 长老发育 这个在事实上 你可能验证出来 然后我们在习荡的时候 学法的时候 有些喇嘛 有大德吧 他前生啊 非常的适合很大 他今生呢 差劲了 之后就没有了 这个问题我在那也就想了很久 没有些个祸呀 业呀 是压伏下去了 而不是断 是假的外边的环境 这个环境好 环境好也没法显现 他就不表达了 这像什么样的情况呢 因为那厂找得很冒上 你斑块石头把它压上了 那草就没法再长了 他也得不到阳光了 得不到水了 隔一段时间 你把石头再扳开了 哇 他长得很猛烈 我们往往的这个祸 或者业 有环境的关系 你把它降伏下去了 这现行不大齐了 并不是你断了 你断了你就生长智慧 那就不同了 你没有断 没断只是压伏它 压伏它得假的环境好 这个环境很好 你把它压伏下去了 遇到个环境不好了 就像把那石头扳开 你那叶照样的茂盛 一遇到圆了 遇到那个不散的圆了 那比以前更厉害 烦恼就是这样子 烦恼就是这样子 压伏到一切时间 等它发作起来了 比以前还厉害 这一个断货 一个福货 那如果你福 经过你福 相细地这样压伏 压伏我后理解了 心地一开 心意开解的时候 那就特别把它铲除了 这有个过程的了 有过程的了 现在咱们如果修佛 修佛最大的修佛 公敬三宝 那如果公敬三宝 这个公敬的心 哪得把这个四十 知道这个四十啊 不存在的 它在体性里头没有 那得更高深了 更高深 那就叫正德 咱们经常说空意 什么叫空呢 很简单 就是不执着嘛 不执着就空了 那好像是外边世界 它紧不着跟你无关 你不执着它 明文立扬 跟你无关 生活 好也是入世活 坏也是入世活 好了更放育一些个 离西游道 给西游的修道 做障碍的 所以要少欲之中啊 少欲之中 这些个它近乎道 相似 逐渐的这样的去行 久了就自言了 自言的意思就是 也没有一个我想修行的心 也没有我所修行的一个法门 哪个法门是我修行的 哪个究竟正德 正德什么 正德我本具着的体义和性 正德自己的体性 这个三个步骤 这叫清静 人经常说 辅助 慧助 辅慧两个是相知的 互相知作的 定慧是均等的 修行时法 定跟慧两个是相等的 知道这个道理了 就认识到 这进一步认识到 虚空的法界 你观察到了 同时又智慧产生的 由你观法界 观虚空 而证得了 证得什么呢 真实的法性的立体 那你这样来认识 十方四界一切果斗 也有佛出世 也有佛入涅槃 在有佛出世 和十方果斗 所有的佛心 就是佛降生出世了 都去供养 供养就叫进善缘 就成就了你 无边的佛德 如果这样念八十八佛 五十三佛是过去的 三十五佛是现在的 那么那有佛德吧 没遇见佛 没佛德吧 又赶上佛的法 还没灭 法没灭 你能够闻法 闻法就能生个慧节 有了慧节了 你就去做去了 今生没做 来生 来十生 来一百生 一千生 一万生 这个种子是不断的 不会断灭的 又遇到缘了 缘成说了 咱继续进修 那修成道业了 因为你这样的去理解 这叫理解 写完了去 能做好多量你的力去做 抄是超越不了的 我们不是讲顿抄 那是他无量节积累的顿抄 佛法上剪辩业 走洁净 没有的了 就是慢慢的 从这个法上的教导 你渐渐的磨练 天天让他智慧长 烦恼清 道业增长一分 业障去消失一分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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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